好 我們看到這個全球市場 就兩類插刀行情 這兩類不是插在別人身上 是插在自己身上 拿兩類 一個就是油價的破底 另外就是人民幣的重表 我們看今天人民幣雖然貶勢趨緩 可觀眾要注意到 離岸人民幣今天還是再創新低 來到6.5736 那在岸人民幣今天也再創新低 最低已經來到快6.5 最低來到6.4957 人民幣這一波的持續的貶值 給全球新市場帶來極大壓力 我們要把焦點拉到一個國家 就是拉丁美洲的阿根廷 上禮拜才剛剛經過大選 忽然由過去12年 連續執政的極左派 忽然有個極右派的富人 得到了選民的支持 他做了幾個大動作 觀眾朋友 第一個 他宣布解除外匯管制 結果導致整個阿根廷幣的崩跌 這個觀眾朋友看這個圖還不清楚 我們看這個圖 在阿根廷批所 從9.778 瞬間扁到13.68 而目前黑色價格大概是 14.5到15塊左右 所以阿根廷貨幣瞬間重扁了三成 等於人民的資產瞬間打了七折 人民的購買力瞬間打了七折 就是阿根廷新任總統的做法 輸給他的選民打了一巴掌 好幾巴掌 為什麼你的資產瞬間變少了 因為被打折 你的購買力瞬間也變少了 進口東西變貴了 像你要買一個Toyota汽車 就漲三成就漲四成了 觀眾朋友反過來 10萬塊變14萬塊 所以你買黃金不知不覺也大漲 所以阿根廷碰到這個問題 另外有幾個動作 觀眾朋友更值得留意 就是阿根廷央行宣布 把價值30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 兌換為美元資產 觀眾朋友這很重要 因為這30億美元怎麼來的 阿根廷沒有能力賺外匯存體 這30億美元是當初人民銀行 為了國際化跟阿根廷央行 做貨幣交換 交換出來的 什麼意思 就人民銀行拿了31億美元的人民幣給你 你拿31億美元的人民幣的批索給我 那這個做我們彼此的儲備貨幣 做彼此的貿易結算的資金 那現在倒了美 全世界最蠢的就是周小川 第一個 換了30億美元的批索 結果崩盤 第二個 我給你30億美元的人幣 是要你拿來做國際化 你給我拿去賣掉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全世界沒有那麼過分的事情 我要請到外民哥 對不起 院老師 我們先看第一個舉措 我們再看第二個舉措 因為這對人民幣國際化 是一個重要的打擊 尤其是他變天之後 新總統馬克里 他是個極右派的富商 跟傳統拉丁美中 那種人民起義 這個 齊克喇娃這種 人民的社會主義 剛好是反向 他第一件動作 就把人緣也賣光光 大陸真的是顏面無光 那當然人行 這個阿根廷亚有說 他曾經跟人民行 有進行過溝通 也取得北京政府的諒解 除八戒照鏡子 以外不是人 就是周小川 你能觀察 這個 我們曾經在節目中 說過一件事情 這一個國家政治 可以影響經濟 但是一旦政治影響經濟以後 可能就回不來了 是 二次大戰以前 阿根廷的經濟非常好 達到法國的水準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國家 那現在為什麼出現這種事情 就是人民幣換廢紙 至少的話 一夜之間就掉了30% 其中的話 是有三部分的因素了 第一個的話 就是這個 馬克里他選上 他代表了這個 就是中間偏右的政黨 是原來沒有人注意到的事情 對 就完全是出乎意料 而且是用特別的 阿根廷的一種 新的選舉制度 就是兩輪之後 他才當選了 才分出高下 而且很接近 這個接近的代表的含義 就是說 大家在事前沒有想到 因為前面的話 另外一個黨叫貝隆黨 是 他的名字叫貝隆 就是說有一個很有名的歌 就是這個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別為我哭泣 那就是說 貝隆 被當夫人 就是他們對於阿根廷 照顧老百姓 對 這個照顧老百姓的話 就一聽到 照顧老百姓 這種國字一出來 這個經濟大概就完蛋了 第二個的話 阿根廷是好地方 像麥克里什麼的 他基本上 他們大部分都是意大利裔的 他自己家裡的話 在阿根廷的話 還是非常有實力的 前一陣子 阿根廷經濟發生危機的時候 阿根廷的人 具有意大利或西班牙護照的人 超過很高的比例 三分之一的人 對 比例是非常高 所以你到阿根廷 阿根廷算是一個白人的國家 是 就是一般來講 不像秘魯阿 看到印第安人 他沒有的 他大部分都是全白人的國家 所以說這個國家 他大部分人 基本上在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好 因為他主要好在哪裡 就是好在他的農產品 就是他原來佔有了土地的人 他土地太富了 富裕什麼各方面 所以那個沒有土地的窮人 就跟那個有土地的富人 就對賭 就是用政治 所以他們經常是很接近 那這次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什麼富人贏呢 對 然後另外第三點因素 就是說這個國家長期來講 他把資產的 看的這個態度 他是以美金為主 就是說對於拉丁美洲國家 作為美國的後院 有一點非常奇特 就是說他們大部分都反美 但同時他們知道好的生活在美國 對 所以這產生一種很奇怪的心理 就是說你不管你嘴巴裡 怎麼罵美國呢 你手在你手上總是要點美金 對 因為這個阿根廷的這個批索呢 很像是這個拉丁美洲人的性格 對 所以說我看了一個報導講說 麥克里選上的時候呢 70多歲的老人呢 很像是一個祖父在孫女的婚禮上 跳舞一樣 是 他高興在跳舞啊 什麼的 就出現了這些 很過頭什麼 然後這一些情況 整個加起來的話呢 就出現了這個很奇怪的感覺 對 就他做了幾件事情 他們什麼叫做左右派 這個導致蠻清楚 他就是認為說 拉丁美洲左派右派很清楚 不像台灣的左派右派 沒有 國民黨是左派右派 民進黨是左派右派 沒有人知道 沈副雄講說沒有 他沒有左派 我們一看到選票需要 馬上就偏左偏右 對對對 所以我們左右之間 就像是開車一樣 隨便 只要打個方向燈就好 對 可是阿根廷他不一樣 他的立場非常堅決 比如說 像解除外匯管制 對 就是讓美金自由浮動 對 這樣讓美金在自由買賣 就是要批索自由浮動 對 自由浮動馬上就跌 現在講的話呢 可能會跌到14塊5 就是下跌30% 對 那原來是9.8是前面一個政府 前面一個政府的話 大死不從 他就是說是定死 就是你不准出去 就是鎖定 就是然後呢 那你要是鎖定 披索的價格的話呢 那你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自己國人要吃飽 阿根廷剛好 吃飽不成問題 對 我們這邊講黃曉玉 阿根廷是牛黃曉玉 什麼都有 加個牛肉 阿根廷的牛排不得了 阿根廷是世界有名的 對 這個是世界有名的 而且呢 他只要是一通過膨脹的話呢 這個牛排的話 你本來吃8盎司 下面的12盎司 對 另外4盎司是送的嘛 是 所以說大家就覺得說是 但是這些阿根廷特別 對 他是屬於一種重農主義式的 他的地主有錢人 大部分都是農產品 好 岳老師帶到一個問題了 官廷 他第一個做的事情 是跟人民幣宣布決裂 第二個動作 官廷注意到 他大幅調降了農產品出口稅 這個官廷特別說明 因為在台灣 農民是弱勢 所以任何對農民降稅的舉動 我們都視為是照顧弱勢 可是官廷注意到 因為阿根廷的有錢人 他都是種田的 他是一個莊園的國家 所以基本上 他替農業降稅 官廷 那基本上是取消富人稅的感覺 就跟台灣取消證所稅一樣 很怪 台灣就是取消證所稅 就窮得很開心 台灣比較變態 阿根廷也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 他等於是降低一個富人稅 但這很重要 因為阿根廷是他有個澎巴草原 官廷這澎巴草原是個草原氣候 它的面積有多大 75萬平方公里 我們就以台灣的嘉南平原來計算 它大概等於230個台灣的嘉南平原 它有多強 在過去一段時間 阿根廷牛肉出口曾經是世界第三 小麥跟蘋果曾經是世界第四 葵花籽油 葵花籽曾經是世界第一 檸檬的出口 世界第三 水梨喔 梨喔 我沒吃過 但我們不知道阿根廷的梨 世界曾經第一 玉米是世界第二 黃豆是世界第三 黃豆油 沙拉油 黃豆粉 做飼料的 世界第一 所以它是個超級農業大國 現在一降稅 這影響就大了 就跟沙特阿拉伯宣布 醬油價一樣 這全世界農產品會大亂 對 這個是一樣 我們以前中學的時候讀地理 就是特別提到澎巴草原 以及肥沃道 就是說義大利人跟西班牙人 他們稱之為燕子 就是到了收割 因為它南半球 剛好收割的季節是相反的 對 所以這些人就專門稱之為燕子 就到澎巴草原來做收割的工作 所以那邊的人 基本上白人特別多 就是在移民移過去 那你再看這邊的 這張圖上面顯得很清楚 就是2005年到2015年 就剛好都過去的十年 過去十年就是這個備榮派的話 他們基本上就是照顧老百姓的福利 他基本上就是把這個出口稅拉得很高 對 那這個富人因為出口稅高 他們現在這個總統 麥克里他說 我這個出口稅已取消以後 我們農產品增加兩倍 對 農產品的話 你阿根廷牛肉真的好 經得起考驗 阿根廷的這個牛 黃 小魚都好的話 對 你的外匯就自然進來 是 所以現在跌30%不影響 因為將來的話 來批手按照他這個理想來講 會慢慢慢慢長起來 可是問題對國內方面就是 牛肉增加兩倍沒有用 因為都出口了 他們出口了 對 阿根廷吃不起 之前阿根廷牛肉可能因為出口稅 競爭力價格比較受到影響 可是阿根廷人可以吃到 非常便宜的牛排 可是現在牛肉雖然這場一倍 可是五感 就很妙 對 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就一開始就為什麼我要講說 政治影響經濟以後 一旦跌下去就爬不起來 我講的就是這個例子 對 因為他有一半的人伺計而動 因為包含 就是說阿根廷除了這個總統當選 自己在跳舞以外 全國人並沒有熱烈的慶祝行情 因為這種情況是一種 照顧富人的行情 實在是因為前面搞的 阿根廷的外匯管制管道 他們的追求自己的 國際化的生活了 他們自己有非常好的 可以出口的東西 不讓出口了 這種管制性的經濟 導致國家經濟不能發展起來 一旦發展起來 又沒有辦法進行土地改革 解決貧富之間的差別 所以就陷入一種 簡直就是沒辦法解決的拉鋸戰 所以說一提到阿根廷的話 就是想到他的澎湖膨脹 一想到他的澎湖膨脹 就會想到老百姓 違約 對 國家鬧了好多次違約 我相信大家也聽了不止一次 院老師 我們拉到政治角度 這個因為是整個拉丁美洲 這次的大選 從委內瑞拉到巴西 現在總統羅塞夫 可能被罷免到阿根廷 忽然這十年 從極左搬到極右 這會對世界 這整個南美洲 好大一個州 整個忽然瞬間翻過來 這對國際的政治或經濟的影響 到底有多大 我覺得 這個通常 我覺得現在整個世界上要了解說 用透過政治的翻轉 然後來解決一次的 經濟上的路線的問題 可能性是越來越低 為什麼 因為大家現在都很明白 我們現在的理論本身來講的話 並不真的就很落實 其實台灣左右不清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調整的速度很快 因為我們沒有傳統那種 佔據土地不放的那種大包袱 他們這種地方的話 有很多包袱是解決不了的 我覺得甚至在某種角度上來講 你可以發覺 美國為什麼發生南北戰爭 主要是因為南方的大地主 跟北方的話 就是能夠充分就業的中產階級 工業階級 你現在在台灣的農民 中南部的農民 為什麼感覺上比較差 就是因為他們有辦法 到台北就業 可以就財經業 可以就製造業 可以就各式方面的業 然後透過經濟的發展 來解決這種問題 所以真正解決問題的是在經濟 不是在政治 政治投票投來投去的話 那麼永遠弱勢的人 就希望你社會福利增加 那麼強勢的人的話 就希望你能夠把出口稅 整個取消 讓他出口的東西 能夠換外匯回來 這種情況會連帶的影響到國家 陷入一種沒有辦法解決的 漩渦當中 出現了這樣子的困難 換民哥 我們看一下 在阿根廷的股市 觀眾朋友 上一個禮拜 全球都是反彈的 因為大家預期美元 升息的利空出境 全世界跌幅第一名 叫阿根廷 匯率貶了將近三成28% 股市跌了9% 但因為阿根廷 他屬於垃圾等級 他違約級的等級 因為他一直不還美國錢 所以基本上 可能投資阿根廷是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大家應該沒事 可是阿根廷這是個大變化 第一個是人民幣的舉措 這對人民幣的國際化 忽然莫名其妙從遠方 拉丁美洲丟了一顆石頭 打到十大大的頭 另外對於農產品的開放 也打亂全球農產品的一個價格 或供需的一個佈局 我們怎麼觀察 有個澎巴草原 這個生產力大減放 230倍的加岸平原 這個生產力 上面都是牛 都是豬 您在觀察 我覺得這個馬爾西歐馬克里 當上阿根廷總統以後 這個一下措施 把人民幣給賣了 感覺上人民幣跟美元 在這個拉丁美洲阿根廷的博弈 第一回合好像曲曲下風 那這個東西 大家也不必把它看探得太 太什麼樣 好像太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這個馬克里家族 他們是 曾經是阿根廷的首富 首富 對 那他這個爸爸叫做弗朗哥馬克里 曾經是做建築業 草地皮的 對 草地皮的 然後那個也是阿根廷最大的 這個建築商 那曾經也是這個阿根廷郵局 公司的大股東 對 那後來這個2003年 因為這個阿根廷郵局 經營不散 虧損 他這個經營權 被他前任總統克里斯蒂娜 這個費南德斯的老公 對 也是一個總統 把他給沒收了 所以這個有家族 政治世家的恩怨在裡面 那他這個馬克里其實家族跟中國的關係 也非常密切 包括把這個阿根廷的黃豆 賣到中國大陸去 他自己賺很多錢 把大陸北大方集團 然後迎接到這個阿根廷 然後從事這個開墾的工作 之前說中國在海外買地 就是買阿根廷的地 對 那就是馬克里家族 對不對 對 當這個中介 所以你們 他做兩面人就對了 他 我就覺得他生意人 哪邊有錢 他就往哪邊靠 甚至於這個奇瑞汽車 在阿根廷的廠 大陸的奇瑞汽車 對 在阿根廷廠都是馬克里家族投資的 所以說他爸爸到現在 還是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的 這個拉美的顧問 所以說他跟中國的關係 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含糊 對對對 就是說 那阿根廷今天會有這個局面 我覺得這是回到要歷史去看 為什麼 阿根廷有直選 是在這個一九五五年以後 一九五年以後 第一個直選出來的總統 就叫培隆 是 那培隆後來因為政變的原因 已經被推翻了 其實觀眾朋友 民主選舉真的是個好東西嗎 亞洲第一個民主選舉國家 叫做菲律賓 菲律賓自從民主選舉之後 這國家就停滯不前 然後台灣民主選舉 從民國八十年之後 台灣今天也停滯不前 阿根廷在一九五年代之前 是全球高收入國家 選舉之後也變得停滯不前 為什麼都搞成這個狀況 他這個原因是這樣子 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這個阿根廷透過這個 所謂大眾物資或者商品的出口 就賺了很多錢 所以國民所得非常高 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 他又執行了這個所謂 進口地帶的第一階段的產業發展 其實還不賴 不成功 對 這個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這個培隆執政的時候 阿根廷就已經可以做戰鬥機了 對 那只是說對不對 一九五五年對不對 這個軍人把這個培隆政權推翻以後 對 一直到一九八三年 這個二十八年之間 對 阿根廷出了十六位軍人總統 啊 二十八年十六位軍人總統 那這位軍人總統 其實背後的支持者都是美國人 當然 對 所以從七零年代 六零年代末期 對不對 阿根廷就大量的開始向美國舉戰 是 這就是為什麼阿根廷現在的這個金融 一直掐在美國人的頭上 那這一次克里斯蒂娜會敗選 或者說這個阿根廷的這個左派的 這個培隆黨會敗選的原因 對 得罪了美國人 主要是得罪了美國人 因為他一直不還錢嘛 對 尤其這個叫做保羅辛格的 觀眾朋友注意到之前阿根廷的海軍 在非洲防衛 還被美國人給扣押 你知道嗎 對 扣押阿根廷的海軍的軍艦 這個是美國一個很大的對沖基金 對 這個埃利奧特這個資本管理公司 是 的這個掌門人 對 他專門幹什麼事情 他這個人有個特別 他是專門找那個財務狀況 非常差的這種開發中國家 或者說未開發國家 去買他們的這個債券 就是他買違約 債券違約國家的這個債券 在垃圾裡面想套金 對 韓國去曾經跟誰出手過來 秘魯 這個鋼果 對 這個還有阿根廷 是 他也曾經去買過 這個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 去買過三星物業 韓國三星物業的這個股票 對 想要阻擋這個三星集團 對三星物業的重組 對 韓國人不一樣 韓國的法院就判你這個 這個 突嬰 保羅欣跟你是突嬰 給我滾蛋 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韓國就鎖魚而歸 對 但是拉美這些國家對不對 像美國舉債 他們舉債的地方是什麼 他們舉債的地方不是在阿根廷 是在美國 對 所以這個債權的官司 必須在美國打 那美國政府當然 是支持自己的這個債權人 對 所以打官司的結果對不對 就阿根廷就敗訴 對 敗訴以後就造成2014年 阿根廷第二次違約 對 到現在對不對 還欠這一家 還欠保羅欣格300億美金 是 這個也是造成阿根廷 這個舉債成本 這個持續飆高的原因 拖垮了這個前任總統 這個克里斯蒂娜菲蘭德斯的這個 家族 這個政治的選情 對 整個都崩盤了 所以說從某個角度來看 這個似乎美國的金融家是扮演了對不對 關鍵的角色 關鍵的角色 然後透過美元 透過美國的金融勢力 是 然後幫助美國政府去控制這個 中南美洲的這個政治形勢的這種轉變 但是我的看法是說 現在第一個 阿根廷最大的這個出口來源 外匯來源 就是靠農產品出口 對 那他農產品最大的出口 那其實巴西還好 巴西雖然是他的最大貿易 但是他對巴西主要出口是什麼 出口汽車 所謂的工業用品 但是農產品還是最大的出口來源 所以他很大的一部分 還是要靠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告訴你 講說你把我人民幣沒關係 但是反正我給你買東西 只用人民幣 愛要不要隨你的便 到時候對不對 又一堆人民幣來的 他還是有一堆人民幣 是 好 我們這個關係 我們來觀察 觀眾朋友 看阿根廷的兩個政策 第一個對人民幣的國際化的影響 第二個對於農產品跟農畜產品的 降低關稅 市場很有感覺 包括了我們看美國的豬肉期貨 這個價格是創下了五年新低 因為阿根廷的豬真的很肥美 另外我們看到牛肉的價格更慘 一年之內崩了42% 崩完就算了 最近跑到阿根廷要開放 加速踹了一腳 因為阿根廷的安格式流牌 是全世界最好 價格最低的 我們這樣往來觀察 到底這次阿根廷的農產品開放 會對於全球原物料的大跌 天外又來一筆 它要開始大量的傾銷出口 會對於農產品 產生什麼樣的破壞嗎 影響嗎 這樣有搞搞 我們回來看一下 包括紅豆小玉米 還有包括牛肉豬肉 最新的行情觀察